老人随机从葡萄藤上拽下几颗幸运的葡萄 接着再用力捏碎将流出来的葡萄之滴在手中的折射仪里面 通过观察光线在折射仪里面的路径 老人就能精确地判断出此是葡萄里面的含糖量 一旦含糖量能够达到20% 那就说明葡萄已经完全成熟了 这个时候 农户就会将长有葡萄的质干直接剪断 让这些成熟的葡萄挂在藤上经受烈热的洗礼 大约半个月之后 葡萄里面的水分已经蒸发了不少 而且也已经变得粘巴了很多 这个时候就能进入采收的环节了 农户驾驶大型采收机从一排排的葡萄藤上呼啸而过 在此过程中 采收机上面的尼龙棒会不断地震动来将藤蔓上的葡萄全部敲落 与此同时 机器上的设备会将夹杂在里面的质干和叶子全部剔除 并从后方排放在种植园里 而经过筛选的葡萄干则会顺着传送带 被分配在两侧半型的拖拉机后方的漏斗里面 紧接着 拖拉机会在两笼葡萄藤之间的空地上铺上一层纸 同时再将葡萄干均匀地铺开在纸张上面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葡萄干就会静静躺在纸张上再次经历烈日的洗礼 经过一个月的烈日暴晒 此时的葡萄干已经退去了当初的稚嫩 变成了这副干干巴巴的模样 而且个头也仅有当初的三分之一大小 这个时候 就能将这些晒好的葡萄干统一收集起来了 农户驾驶采收机从葡萄干上方呼啸而过 在此过程中 机器上面旋转的橡胶棒会将纸张连同葡萄干一起卷起来 然后再将纸张绞碎排放在种植园里作为肥料 而那些葡萄干则会经过传送带掉落在半型的拖拉机后方的木箱子里 等到收集完成之后 就能将它们统一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下一步处理了 当这些葡萄干来到加工厂之后 检测人员首先会进行初步的检测 以确保这批葡萄干的湿度等各方面都能达到标准 检测完成之后 工人就会将这些装有葡萄干的木箱子统一送入烟熏室 这个环节可以将夹杂在葡萄干中的任何小虫子和虫卵全部消灭 等到烟熏完成之后 再将这些葡萄干倒在传送带上去往下一个环节 当它们进入这台带有筛网的机器里面的时候 机器就会通过不断的振动来将夹杂在葡萄干里面的质干和碎石块等杂质给过滤出去 接着经过筛选的葡萄干会进入另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里面旋转的干子会精准地将每颗葡萄干上面残留的果精给敲掉 并及时筛选出去 接着这些处理干净的葡萄干就会跟随传送带去往清洗的环节 湍急的流水会将葡萄干表面的泥土和其他杂质给冲刷掉 接着多个喷头会喷洒清水将这些葡萄干再次彻底地清洗一遍 接下来 这些清洗干净的葡萄干就会经过传送带进入前方的离心脱水机来甩掉表面多余的水分 等到干燥完成之后 螺旋输送机就会将这些葡萄干送往最后的包装环节 在这里 电脑会控制机器精准地往每个套有塑料袋的纸箱子里装入一定重量的葡萄干 接着另一台机器会将箱子的口给粘起来 到了这一步 葡萄干也就加工完成了 接下来就能将它们送往全世界有需要的地方了